在洪水橋站附近有個低密度的住宅叫會都 這裡分兩期發展 第一期是623火 第二期是402火 整個項目是很低密度的 你看到12345678 12層高 靠這些事、電不吉利的流程 其實只有10層高 屋苑式管理 暫時來說 最便宜的尺價是10,000元入場 買一件大概300多呎的一房 就300多買 兩房400多車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屋苑和元朗中間 屬於屯馬船的其中一個支線 未來屋苑和元朗之間 會多了一個叫洪水橋站 還有輕鐵站 洪水橋的輕鐵站 由屋苑走過來大概1分鐘 又可以走到旁邊的巴士總站 都相當近 走到市區或者去深淡湾後岸 旁邊有一個紋身商場 都可以買東西吃東西 最主要是靠近北都匯 未來的洪水橋的鐵路站會開 不過這件事就需要長期的發展 我們現在看一個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看一間四伯一呎的三房 開放式廚房 而這個廚房是用明火的 我們進去看看 其實這間屋真的很好市 入門基本上沒什麼圓框位 發展商又幫你做了一些鞋櫃 簡單企理的 放一些隨身物品 一個日子型的廚房 放一邊 這邊就是客廳梳化電視 這邊飯廳就是吃東西餐桌的地方 開放式廚房 做了一組曲尺形的廚櫃 這是用明火的 這個非常好 所有家電都齊了 包括雪櫃、微波羅、洗衣機那些 它都很貼心地做了把手 用起來就挺好用 桌面也挺多的 收納量又足夠 像這些單位就真的挺實用 轉過來就有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38呎 三合一露台來的 用拖門 都好企理 算大的 兩個人出來聊到計 樓底就正常樓底 大概是2.9米左右 轉過來就三間房 我們看第一間 2米1乘2米 正常的尺寸 放位置就將床爬 或者靠拍攝 就看看你怎樣放 浴室就簡單、實用 還有有窗 收納量真的不差 非常好 再轉過來 這間就看另一邊的房 大了一點 但擺位都OK 而且它這線就落地保護窗 挺好的 坐在那邊OK 最後我們看看一間 小一點的房 有個轉角窗 擺位都差不多 其實這三間房就沒有說哪間是主任房 看看你自己怎樣用 設這間單位 在現時賣的尺寸大約1萬元 即是計算上來 大概400元、50元 買到三房 你覺得這樣的樓 這樣的質素 值不值得投資? 歡迎留言告訴我